歐萊雅2019年年底的重磅炸彈 战斗机中的粉底液 它来了 24小时不脱妆 不闷动 它的底妆就是让你感觉有第二层肌肤 这一块我跟你说 它特别像Double Whale 跟YCL很久粉底液的瓶屁 因为它里面是有道持妆因子 它可以帮你的底妆 持妆效果变得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粉底液现在最近在 各个社长媒体上面都非常非常的火 它的口碑都很好的 它就是真的柔霧到爆炸的柔霧 它那个妆效就是特别特别的阳气 而且是那种妆效 特别像女明星他们每天化穿那种妆效 它可以帮你上第二层的皮肤 就是这个粉底液 这个粉底液打给你们看底妆 来看一下 这是文文姐皮肤的一个状况 它现在是全素颜 它皮肤很好 而且它很白 就是有一点点就是它 脸颊这边是泛红 然后下巴这边会有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泛红跟痘印 然后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缺点 然后它的皮肤就是 还算非常非常棒 但是这是泛红的 有一点点泛红 来我给它用20号色 看一下 这边是上了的 看到了没有 整个皮肤是不是像磁肌一样的感觉 它打上去就是整个皮肤 就是像刷了一层新墙上去的感觉 就整个你的泛红 你的这个所有都都不见了 都是磁肌的一个肤质 这个底妆就是高级的一个柔物妆感 就是那种 有点像PS膜瓶的妆感 我来帮它上全脸吧 看一下 整个的皮肤就像打出来一个新的皮肤一样的感觉 而且它的气色看起来特别的好 它会亮 它的底妆颜色不会像那种底妆颜色暗沉的 它是会亮起来的底妆颜色 这是我吗 天哪 你把你的手借给我用一下吧 来 Walk Off Shine 它不用画眉毛 它是眉毛跟眼妆都不用画的女人 比如说你用你化妆 我现在没有帮它定散粉 你用手指去按它 然后上来 它的底妆不会动 然后你在 定一点点的散粉在它的脸颊上 它就是一整天24小时可以不会脱妆了 我觉得这是秋冬季节 换季你想要高级底妆的 粉底液的选择 叫做红帽子粉底液 我就觉得它是Double Whale跟什么 跟很久粉底液的平替 它就是真的像有小爪子 抓在你肌肤上帮你画出第二层皮肤 因为YSL的很久粉底液 就是有第二层皮肤的粉底液 那W的粉底液就是它是超级持久 不脱妆 这个就是他们两个的结合款 脱妆的话肯定会有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掉 但是这个是比较持久型 不容易脱妆的一个粉底液 相对于来说 比其他那种养肤型的粉底液来说 它会更加的持久 不容易脱妆 而且它会呼吸 它不会闷 15 20 130号色 是我们推荐的颜色给大家 皮肤很白 买15号色 30号色 我会觉得20号色够了 因为文文姐跟我的皮肤 是真的算很白很白很白了 都算冷白的了 我们都选择20号色 比较干净 比较自然一点点 画底妆一定不要画过分偏白 就跟你自己的皮肤 融合一点点就特别好了